楊潔 像之前侯明主任是在史博館 跟楊潔認識非常多年了 那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主題呢 我們要講的是清創 因為其實在高雄市 有許多的這個 我們講的建築 還有一些跟歷史有關係的一些建築 包含像眷村啊 那這個清創的部分 就是希望說可以鼓勵我們的 清創年可以創業 那是不是主任跟大家來聊一聊 這個清創齁 那目前在我們的文化局這邊 有什麼樣的規劃 還有包含在眷村方面的一些 一些你們的一些規劃 跟大家講一下 謝謝楊潔讓我有這個時間來做宣傳 其實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從這個月開始 其實已經在那個黃埔新村那邊 就在鳳山那邊 我們推出了移住待戶3.0的 清創House的一個專案 這專案其實就是說 其實是延續我們移住待戶的概念來的 大家都知道眷村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很多眷村的話 以前在眷改條例的時候 可能已經拆了蠻多房子了 後來大家比較意識到這些 其實是很有價值的 要保留 對對對 所以說 在以黃埔為例的話 我們其實在102年的話 就把它登入為文化景觀 用文資的身份其實去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在103年的話 可是因為房子其實沒有人住都會破舊 沒錯 而且這些房子的話 其實在陸續的話 它其實都需要做一些修閃 是啊 畢竟都是算是老房子 老屋了 所以說在於我們103年的時候 就推出移住待戶的方案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沒有缺乏資源 所以缺乏錢的時候 能夠邀請大家來寫入 來守護這些房子 所以說我們其實在 從103年其實已經陸續到現在 已經推出八期的移住待戶的狀案 每期都是不同的型態 八期 等於就是有八個RUN了 對對對 已經放了八次了 所以如果八次你看 其實從103年到現在 也經歷了七年 有的時候一年RUN兩次 對對對 一年RUN兩次 其實帶入了不同的就是有居住型的 譬如說有人來這邊租房子 然後來抵他租金 對 還有人來這邊修房子 也抵他租金 或是也有就是說 像最近幾年的話就是說 帶入一些比較商業經營的 大家就是說 來這邊來開個小店 嗯哼 或是來這邊來經營民宿 對 其實都是創造了不同的 不同的層面 讓黃埔新村這個村子裡面 更有一些火力 是啊 所謂的眷村 我們一直在講所謂的眷村味 其實眷村的味道 其實就是說 很多不一樣 各類的人在裡面 就像以前 以前那個 眷村開始的話 就是大江南北 對 大江南北 各省 各個省份的人來這邊 然後大家聚集在一個地方 就是藉由不同的分享 不同的交流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話 以豬大富3.0的話 他提出來的概念 其實是以慶創為概念 嗯哼 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 經過這樣子七八年的時間的話 其實在這黃埔新村的話 也帶出了不一樣的活力 OK 他其實目前的進駐者的話 我們計較比例的話 其實百分之七十都是年輕的 哇 欸比例很高 對 然後 怎麼樣子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子讓眷村的精神留下來 嗯哼 他其實眷村的話 呃 早期住的老伯伯 這些眷村的老伯伯 其實都會老 對 他都會離開 嗯哼 可是我們重點是在於 怎麼樣去做傳承 是 怎麼傳承眷村的精神 嗯 然後傳承這間房子的精神下來 嗯 因為像這些房子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獨門獨院 是 然後我們發覺就是很多 嗯哼 最近我們發覺就是還蠻多 所謂的設計類的 OK 人才進駐 譬如說他在裡面會 做一些空間設計 嗯哼 然後把它當作一個範例 去呈現給大家 喔 欸因為現在蠻流行 就是修老房子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青創3.0的話 我們提供了蠻多的優惠給大家 就是說 包括了呃 待會可以再講 是 然後說我們的概念 其實就是說 希望年輕人來這邊 來傳承這間房子的精神 對對 就是他能夠把 運用這些老空間 既有的一些空間元素 嗯哼 既有一些眷村的元素 對 然後成為他創作的一個新的題材 是 包括他創作可能創作工藝類的 嗯哼 也可能就是在那邊可能 可能做是拍照 喔攝影的 攝影類的 工作室 工作室 或者是在那邊 欸我們裡面也可以就是有 室內設計的人才 喔 欸啊包括裡面他其實也有很多 很多不同設計類 文創設計的人才 其實都可以進來裡面就是 呃 對這個村子去加成 對 然後運用這些眷村的元素 嗯哼 再把它轉化成一個 不同的能量出來 OK 所以呃 紅明主任 像房子 你剛剛也說了 會不會漏水 啊管線要不要重拉 嗯 那這部分 其實 算是這一期算是非常的 幸運 幸運 哈哈哈 因為之前的話 前幾期的話 因為他房子的狀況都不好 所以說他移住帶貨的部分 他還從事還要修一些 做一些基礎修上 就成租戶要去維修 對對對 可是這一次的話 我們其實釋放出來 是其實是 有點像前幾期的學長姐 啊真的喔 學長姐釋放出來 他們其實已經完成一些基礎修散的東西 對 所以說他其實是有人住過的房子 我們其實再來接 啊有幾間就是說 我們剛修好的房子 哦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漏水 或一些 一些 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的 啊所以說 可是就是說 他當然還是要 老房子畢竟還是老房子 他還是必須做一些基礎的 裝修 比較好使用 譬如說我的隔間怎麼用 啊譬如說我的牆壁 是不是我看了 就是花花 我不喜歡我要喜歡 之類的 之類 我覺得這些錢還是 就是像我們 就是買一間房子以後 我們都會花一點錢 去做裝修 嘿這是必要的 就是 他並不是一間 就是說屬於 屬於那個 已經設好的 藥品 這是 當然就是 必須付出的一些成本 啊可是他成本的壓力 其實已經比我們想像中 少很多了 因為早期的話 甚至於屋頂有的塌了 人家花好幾百萬 去處理屋頂了 不管 因為 一翻一個屋頂 就是一兩百萬起跳 是是是 那現在都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 對於 入住者其實是很多利多了 對 那 既然說 要鼓勵大家進來入住 要鼓勵輕創 有沒有 一些文化局的一些規定 比如說 他要符合什麼樣的一個資格 跟大家聊一下 對 因為這次的條件太好了 所以說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 一些限制 對 所以說 因為我們這次的話 是以青年為出發點 就在剛才跟楊潔聊到 就說 這地方其實 蠻多年輕人在這邊入住的 對 然後也 就是傳承一些眷村會的精神 我們發現的話 其實很多 設計類的 或青創類的人才 其實都逐漸居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這次的出發點 當然就是以青創為出發點 我們希望他能夠 年輕人運用他的創意來傳承 對 所以說我們非常的鼓勵 就是所謂的室內設計 或是出版業 或是一些工藝類 或是文創類的 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人才進駐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是要希望 我們希望他能夠 是在裡面創造一些產值的 不過當然先去條件 剛才楊潔講的 這一個 條件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要年輕人 所以要青創 就是因為要給年輕人機會 對 青創的 青創限制的話 目前的話 所有的青創限制都是說 把年齡接近 大概20到45歲 哇20到45 25到45歲之間 然後 因為青創的原因的話 我們也爭取到一些相關的資金 就是補助青創 對 青創的部分 給大家就是有機會開辦 所以說假設 來申請 有成功入住的話 我們對於 這些創業的話 我們會給予 最高50萬的一個 一個 有點像是 我們一般講的 所謂的開辦費 開辦費 那這50萬可以拿來 做裝修 還是做器材的採買也可以嗎 也可以做器材採買 也可以做 你假設要做 房子 做整修也可以 其實都不限制 你怎麼使用 那有的人可能 就是他假設 他很會來 做一些身材器具 或買電腦 或怎麼樣子 或做一些 就是工藝類的 我買一些機器之類的 刀子啊 什麼的啊 靠材 這其實是看 不同的屬性去申請 所以我們也看你的計畫 所以才會核定就是說 可能 幾萬幾萬不等的 其實最要限制是50萬 因為這次有 有從 青年相關的基金 把一些錢出來 所以才會有 青創這樣的限制 然後第二個條件的話 就是說我們當然就是 為了青創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來這邊的都是經過 未來的話都要經過商業登記 你因為必須要產生殘值 可是年輕朋友不用擔心就是說 啊 你要先成立一家公司才能來申請 對啊 會不會太遙遠了 不是這樣子 馬上就要做當主兵了 哈哈哈哈 沒那麼嚴苛 沒那麼嚴苛 就是說 可是就是說 基本上申請完以後 我們希望就是半年內 你要取得所謂的 銀燈 還有稅籍資料 這些東西 讓大家就是說 你是真的邁向創業之路了 哈哈哈哈 不是就是說 啊我就是進來看一看 然後寫了很漂亮的計畫進來 結果我做不到 嗯 做不到可能就要請你走路 OK 啊可是我們給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算是合理的吧 是啊 對啊 你準備起準備半年 結果 結果連最清楚的營業登記 跟稅籍登記都沒有去做的話 我覺得這是比較牽強一點 是 那有幾個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主任就是 像 我們知道眷村它也要保有一點眷村 可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它 如果帶向商業 它可能會改變一些眷村的風格 或者是眷村的感覺 那 它到底是 它的商業的界定 是落在哪裡呢 可不可以 比如說像 我們知道的像 在 比如說屏東 勝利新春好了 它就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眷村改造 不過它那邊的一個走向就是 很像每天都有市集 每天都有像 很知名的餐廳 那 這邊我們現在 目前高雄市它發展的一個路線 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 就是民眾也會 有一個顧慮就是說 我今天好不容易 我要做輕創了 那好不容易在那邊打拚一個小基地了 那我能夠存租多久 我會不會在那邊努力了一年 才剛剛要萌芽就已經被剷除了 哈哈哈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大家都 因為大家想到眷村的話 都會想到屏東的勝利新春 因為它說什麼 非常的亮眼 它做得非常的亮眼 就是說 不過它的條件其實比較不一樣 它的條件就是說 因為它包括它的建物跟產權的部分 都是屬於 屬於縣政府的 然後我們在黃埔這邊的話 它比較特殊的是 它的建物跟產權的部分 都還是屬於軍方的 我們文化局其實是一個 以保存的概念 其實是做一個活化 所以說它其實 在活化的部分 我們還是很多東西 都必須跟軍方溝通 所以說我們在約期的部分的話 之前才會有一些限制 就是說 15年的約期為主 其實這個約期也是跟軍方 就是代管的契約的約期 對 所以說之前的話 可能早幾年的話 可能大家還看過 就是三年的約期 其實這次就跟軍方代管約期 是三年 這是一個先決的條件 然後大家都在想說 所謂的眷村味道 剛才楊潔提到就是說 其實 其實 到底 眷村應該走向是怎麼樣子 其實也蠻多 蠻多人在討論的 就是說 也 我們不否認 就是聖地青春 它其實也找到 它自己的一條路 是 它其實有 用一個比較熱鬧 或是大家參與的方式 可是在這裡的部分的話 在黃埔這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是比較朝向 就是說另外一條路 就是說 它其實我們 因為 以珠代戶已經推了 從103年推到現在 對 然後它其實 同時入住了 人是形形色色的 沒錯 然後它包括了 我們有 包括居住的人 包括 也有的人 它其實很樂於跟大家互動 也有的人就是說 它希望就是說 在自己安靜的一個小天地裡面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事 自己做自己的事 它只是當作一個空間 對對 然後其實 其實我們逐漸發覺到 其實眷村裡面 其實就是包含了不同的人 它才會有一種所謂的人的味道 沒錯沒錯 而且畢竟眷村是拿來住的 嗯 所以說我們其實現在的話 其實是 適度的就是引進不同的商業 或不同的工作室的型態的話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它其實是有點複合型態的 就是說 包括裡面有人住 對 有人也開放民宿 把它當作一個民宿的空間 喔 做民宿經營 對 民宿經營 然後同時也有人就是說 會在那邊開個小店 OK 然後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上個月也開了一間 就是驢子咖啡在那邊 喔 每天都爆滿 爆滿 然後可是 可是就是說 有些眷村的味道 我們覺得還是應該留下 就是居住的行為 還是必須留下 所以它必須住在那邊 對對 希望還是能以居住在那邊為主 所以說 其實我們這次的輕創的部分 也不 也不強求就是說 大家已經居住在那邊 可是就是說 它能夠帶出不同的使用類別 OK 使用類別 其實也在嘗試一種導向 就是說 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在講 輕創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 青年人創業的話 它最需要的是素材 沒錯 它怎麼樣子 讓它的文化底蘊 以它的創意的方式呈現 所以這個底蘊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在一個老房子裡面 它是最能夠 最能夠讓你的底蘊 展現出來 展現出來的 因為很多 包括裡面的 以青創為主的話 就是包括我前 這個禮拜才去拜訪的一個 裡面的 住的一個結構祭司 OK 對 它就說 我在這邊成立我的工作室 然後 而且就是說 它光是就是說 可以跟人家介紹 這棟房子是怎麼樣 怎麼樣子 對它本身的 本身的產業 或是 對它創業的發展 其實是有幫助的 因為 它本身就進駐在一個需要 去處理 處理的建築物 然後它可以 它本身處理的這棟建築物 做一個範例 甚至於在這個空間的話 人家進來會覺得 這是一個有溫度的地方 是 它是一個有人味的地方 有人請問 旁邊的鄰居也有 對 然後 假設未來的話 就是說大家青創進來的話 就是 不同的競爭進來的話 它其實也會可能 一個青創的基地 因為不同的 我們在講說 青創的有的部分的話 室內設計師 他可能需要一些 平面設計的人 是 然後或者是他需要一些 譬如說 室內裝修也需要一些 這個結構技術來協助 對 所有的不同的 類似這樣的產業的話 它其實 能夠成為一個 一個青創的技術 大家互相協力 對 它其實也符合了 所謂的眷孫精神 就是互相 互相 對 尤其有那麼多的素材 旁邊就是獨門獨院 是 你外面一顆 那個可能 刷牙球 掉下來 砸到頭 可能就引發你不同的想像 所以它其實是對於 青年人 其實算是一個 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外在的條件 對 像 呃 剛剛我們的同事齁 大家的好朋友 Angel 就跟我們聊很多 他在 這個眷村 他 她之前好像住過 這個眷村嘛 在鳳山那邊 他就聊說 他小時候啊 跟眷村啊 串門子啊 到垃圾的狀況 還有養小狗呀 聽起來做是覺得 哎 真的很老更喔 而且 充滿回憶跟充滿回味齁 很有溫度的一個回憶在這邊 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精神应该保留跟延续 因为这就是眷村位嘛 对对对 就是眷村位嘛 那当然我们的年轻人也会有担心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要来这边进驻的话 那如果说这边的空间 如果我喜欢这里 可是也有别人同时喜欢啊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是比较娘男的问题 我再重新讲一次就是说 我们的一些进驻条件跟一些相关的优惠 因为刚才可能就是大家在了解眷村位 可能比较没有明显的讲到 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先决条件的话 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说 20岁到40岁年轻人 然后第二个条件当然就是说 我进驻出来我是要创业的 所以不管你是先成立公司或后成立公司的话 你都可以 就是说后来要做一些营业登记的部分 才能明确了解 然后我们的规定的话就是说 我们从现在其实已经陆续在看屋 我们看屋到这个礼拜六日 哦 能夸除 可以夸除 因为你从看这个东西 看房子的部分 你才能知道你的空间规划怎么样 提出你来的空间规划的设计 然后所以说它其实在程序的话我们等于是 虽然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下的话 我们是鼓励就是说假设有兴趣的年轻人的话 先来这边看 然后在5月14日以前提出你的 就是说准备的创业的规划 甚至在空间的运用规划 然后提送进来的话 我们会经由审查 就专业老师进行审查 我们会有两阶段的审查 就会出审然后复审 复审的话可能要请你来这边现场做一下简报 然后简报完以后 最后就是说假设顺利没合到 因为毕竟同一间房子也许就是说 有两三个人喜欢啊 喜欢就是在这个地方决胜夫 大家一起来简报看谁比较 对对对对 这是比较残酷的 因为就是这样子 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比较利多的一个状况 那决胜夫完以后 我们文化局就跟你签一个5年的约 就是说这边房子 然后有一些部分的话 因为这边都是老房子的话 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说 结构补墙的部分 就因为因为因应你的空间的 那补墙是由文化局来处理 对文化局来处理 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消防设备等等 哦这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安全性的措施 就是说啊可是因为 现在做的话太早 因为未来的话 也许你空间格的方式 或使用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后续会在补墙这边的处理 就因应你的规划 规划部分 我们会常专业的那个老师 然后来做一些相关的评估 然后再帮你们做一些结构补墙 或是一些效帮补墙的部分 然后接着的话就是说 呃呃假设就是说你完成赢登的话 就可以领到就是说我们 我们最后申请就核定了多少的创业奖租金 哦创业奖租金 对 然后在入住的话 就是说我们还要除了创业奖租金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两个利多 第一个利多的话就是说 呃基本上因为是五年的约 五年的约的话 我们前两年其实是不收你任何的租金的 哇两年免租金 对 然后第三年的开始的话 我们的租金是减收一半 减一半 减一半的租金 所以说大家可以 就是还算是蛮优惠的啦 第三年开始 第三年开始 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就是我们以一半的租金来来计算 因为毕竟的话 对因为毕竟这才是屡旧帮的土地 所以说我们还是必须有点 有点那个 回馈的 回馈的概念去处理啦 毕竟 毕竟 他们就是对商业行为 所以比较谨慎一点 没错 没错 哇太棒了太棒了 希望大家呢 我们有梦想的这个青年朋友 可以一起来完成你的梦 来追你的梦 好 时间关系让电台先进个广告灯会呢 在广告过后再跟我们现场 我们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曾鸿鸣主任继续聊灯会 马上回来 这次是大便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事业 心情 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这项回馈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 念回馈文 回馈给自己的完心咀嚼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这里可以给你免费来 控制三三五 数理三三 老婆 而漏水现象哦 对对对 不要小看这些省水小动作 全民一起来做 就可以让水资源 不会白白浪费 看到联播王 请大家一起节约用水 你丢伯啊 您到处电是在起什么啊 是起太阳公电系统啦 发电看你是要自己用 还是要买电都会用的 太阳公电 我知道 那专家说 可以发电二十年以上 民生保佣 用最清洗就可以用的 现在有社区睡眠会 我们来听专家的睡眠啦 哦 我也想要做 不做会来去听专家 怎么说更安心 各个电 各个发 请给人玩 好主席 以最功夫 由经济部人玩局提供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享用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影台 享用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影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最快乐的电影台湾 我们今天有限量限量时间 十二点四十五分 你所收听 是快乐联播 有关心 我们三上 往来在某个系列 好朋友杨洁 杨洁呢 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资产中心主任 曾鸿鸿鸣主任 主任好 杨洁好 各位亲战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谈谈的这个清创 哇 刚听起来真的 那我觉得 我们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 如果你有梦想 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你想要创业 而这个创业 你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眷村 可能蛮适合你在这边工作 小小的工作室 还是 你觉得你有适合 大家可以来 那当然这几天 因为明天是我们五一 廉价的补价 所以这几天可以看房子 可以看到 可以看吗 因为我们的同仁的话 因为都在现场服务 所以说它其实主要还是 就是以假日为主 所以我们包括 我们其实像 接下来的话 就是属于那个 六日的不必要刊屋 六日刊屋的话 上下午的话 我们都有不同的场次 去提供刊屋 然后我们现场的话 也会准备就是说 各个房子的平面图 不过我会建议就是说 一般民众的话 其实可以先到文化局的 一株待户的官网去看 因为它其实 我们就把相关资讯都公告了 OK 然后所以说 因为我们这次 这次试出来的 总共有26间 哦有26间 对 那个我相信没有 就是感觉就是一次看29间 可能会看到 看到眼花缭乱 看到天荒地老 就是你可能看回去 你说哪一间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你再说哪一间 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多人 来看屋前 都有做一下功课 就是说标的屋 它其实比较倾向哪一天 哪几间 哪几间 包括因为它的空间格局 都不太一样 然后包括它的大小 都不太一样 有的大有的小 对 也是要租金的多挂 所以有的人他觉得 它的行业类型 它可能就必须很多间 或很大的场地 很多小间的 它其实可以敲一下 就是说它比较适合的 大屋 大屋 有的可能 它就是我个人工作 我只要一间 小小的就好 对小小的 它可能就是在那边 假设它工艺在那边磕东西 他就小的就好了 我就一间我在那边 专心的磕 然后一间摆放我东西就好了 对啊 也有可能 它涉及到它的材料的部分 所以说不同的属性的话 它其实可以先做一下功课 然后到时候来看 来看一下房子 才知道房子的状况 所以可以设定 我们建议就是先设定个三五间 然后到现场来看的话 才能看的 很多我们发现 这里面很多人 都是一直在重複看 因为看完以后 它觉得回去又跟家人讨论 或等等想想 再去看一次 然后就像我们一般买房子 都看过几次 我们租房子也是要有时候 看两三次 对不对 就是一些条件的话 很没有想到 后来又去再看一次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看 不过这次因为 已经推出蛮久了 所以我们看屋的期限 是到这个六日 哦这星期六日就结束了 就是到五月二号为止 所以说 欢迎就是说 五月一号跟五月二号的话 大家有兴趣 赶紧来这边来看屋 可能很多人会去哦 对对 我们希望爆满 因为通常的话 最后两天的话都是 最多人的 最多人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说 发现时间来不及了 赶紧来看 对啊 然后如果这有一些 就是听众朋友 有些叔叔伯伯 他也可以跟小朋友说 你们有机会赶紧去那边 先找个空间 然后准备创业 哈哈哈哈 像主任 这个看屋的时间 他有限定吗 几点到几点 我们时间的话 我们早上的话是十点 到十点 十点半开始啦 十点半开始 对十点半开始 下午的话是两点半开始 那看到 看多久 就是基本上我们会看 给人家看 就是说我们会拿到资料 会给大家资料 包括租金的部分 看的话大概预计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是大家去找个别的房子去看 所以就是 不会像买房子有人带看就对了 你带你看 你带你看 因为我不是收屋小姐 我没办法 一个派二十六的人 不要带你看 带你介绍 这间房子的特色是什么 你就自己看 对对对 就自己看 其实有的人也喜欢 年轻人也喜欢自己看 对对对 对年轻人觉得 啊 我在那边看 还有一个小姐先生跟着我 对 就是很不自在 你有问题的话 随时就是到我们 我们在其实在外面有个工作站 随时到工作站来来被问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条件的话 就是可以问清楚 因为最多人问的 其实就是说创业类型 OK 属不属于这个东西 其实 我们也提到就文创类的 其实文创类的话 大家可能都说什么是文创 其实我们文创发展法的话 其实里面就有 四五加一条的规定 包括 其实可以看一下 你属不属于里面的 它里面包括的影视行业 影视行业 影视行业 摄影的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它比較有產值性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比較不屬於營業型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的調性走向會跟所謂的生理青春比較不一樣 有產值可是不能有太多營業的部分 這個是怎麼怎麼界定呢 對其實也可以到現場的話 因為我們不清楚就是說 各位朋友就是說進來 你的行業別是什麼 對行業別要做什麼東西 其實它有點像是也是可以對外部分的營運的部分 因為有的人他也說他可能做工藝品 工藝的話 然後當然現場的話就是 人來看啊 我也可以賣賣啊 或怎麼樣子 其實我們也都不怎麼樣子去去禁止 因為它畢竟屬於商業類別 可是就是說 比較餐廳類型的我們比較不建議 因為餐廳類型的話 它畢竟屬於文創類的 比較屬於餐飲類 對比較屬於餐飲類的 然後餐飲類的話 在這邊的話 其實有時候像一些 一些會比較打擾到現住戶的民眾 對 所以說我們不希望它的量量太多 其實就像我們的一個社區裡面 它還是允許就是有些商業活動 可是量的話 我覺得就是維持這個村子所必須的 或是一些 因為畢竟的話 有些設計類型的 也不希望就是旁邊一直像 廣光地區一直被打擾 就像聖地青春應該也不適合進駐設計類別 喔 因為它那邊已經是太觀光的導向跟發展的路線 對 打卡的部分 就是我們還是 雖然說它有它的味道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它能維持就是說 不要太觀光化 維持一個眷村 眷村該有的寧靜感 對 該有的味道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的背景 一開始就一直在輪播了 相信聽了朋友有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都看得到這些很漂亮的建築 其實很適合拍照喔 對啊 拍婚紗啦 你要拍全家福啦 你看這些小朋友很可愛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很優美 所以很適合 真的你有興趣想要來的都可以 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 我覺得最棒的是你的一些補貼 還有你的獎助金 我們政府給的蠻多的利多的 其實這次主任我們 你說二十六間這次開放的是黃埔嗎 對這次開放的是黃埔二十六間 其實我們移住待戶 現在已經早期就做了八期了 其實是在做一些滾動式的修正 那其實因為高雄巨原村其實很多 很多文化局也都是代管 包括了這邊的那個 澎山的黃埔 還有左營的像建葉新春 還有像槓山的樂群 就是我們也都是文化局這邊 屬於部分代管的 然後我們在陸續的話 因為有相關防射好了 或是相關防射的話 它處於 因為我們的面積太多了 防射太多了 所以陸續好的話 我們希望都是陸續釋出 然後就是未來也有這樣的機會 那這次的話 比較屬性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 也符合市長的政策 市長其實也希望年輕人多多 回向那邊 所以說我們其實就是 就是以這樣的為主題 先釋出來 就像釋水溫的狀況 先以26戶當作一個出發點 那未來有可能 左營啊 鋼山這邊也有可能再加入 也有可能會再推 其實我們要看這次的效益怎麼樣子 重點要看有沒有房子 就是有的時候有住戶 就是說約起了 然後搬出去的話 有些這些防射的話 或是我們陸續 因為修房子其實要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說其實我們都是優先 就是說假設有些 有些住戶如果約起到了 那些房子釋放出來的話 我們就去 就去 媒合一些新的年輕的或新的東西 那這些屬於大家的一個公共資產部分 能夠做不同的屬性的活化運用 沒錯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文化部 從2018年開始也有推出這個 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補助計畫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老房子老建築 是相當的有特色 有它的歷史的 我們都一直不斷的 就是希望能夠保存這些很漂亮的建築 讓它可以再次的延續 那今天我們談了這個清創 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 大家如果聽到今天的節目廣播 希望六日會造成工作人員太大的負擔 可能太多人去 太多人很好啊 就是說其實大家就是知道這個東西 是值得來看的 OK 你們的人應該會掛個牌子 知道你是文化局的人 對對對 不會說現場太多人 不知道誰是文化局的人 因為26間房子也很多 那每次就是在那邊散出去 聽完就是我們說明散出去的話 每天房子都有人在那邊晃來晃去 也是蠻熱鬧的 也是蠻熱鬧的 其實對村子來講也是一件大事啊 就是說 這地方也 在黃埔那個地方 其實有時候假日也會辦一些小活動 大家就是說 也時候 有點像是就是說 它其實是屬於一個清創基地 那有時候辦一些小活動 也讓它就是村子有點熱鬧的感覺 對 好,我們主任最後跟聽眾朋友做30秒後 最後補充一下 就歡迎大家來看房子 因為實證的時間有限 因為已經 這個移住待會已經推 金座號子已經推了一陣子了 然後正式把握最後六日的看房子時間 然後再次提供就是三大利多 就是說第一個利多就是說 我們如果假設申請通過的話 會有最高50萬的補助 補助金 第二個利多的話就是說 我們會有兩年免出金 後三年的話是租金減半 然後大西三大利多的話 就是後續我們再加碼了 就是說 假設你有去申請任何的清創貸款 不是跟我們申請 是跟任何台灣申請的清創貸款 你只要申請到50萬的話 因為創業可能會需要多一點資金 然後每申請到50萬的話 我們再送你1萬塊 就加碼再送 OK 好,歡迎大家一起來鼓勵清創 青年創業 感謝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資產中心曾鴻明主任 謝謝鴻明主任 謝謝楊潔 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